現在這件事情 做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做夠了 當然這些東西是我該承受的 怎麼這麼堅固啊 砸不爛你 在此 未來絕對不出席任何一個 跟電競相關的活動 現在這件事情 無線上綱了 我想到底 我認為 補辦方沒有錯 邪辦方沒有錯 統神沒有錯 觀眾沒有錯 罵我的人也沒有錯 錯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搞啥呢 對吧 所以 奉勸大家 就是千萬不要讓自己翻船 一旦翻船了 再多的努力 都沒用 我現在這個鐵錘 拿的沒有很有力 我也很猶豫 我也不知道是要真的砸下去 但是我覺得 靠 今天都發生這件事情了 首先 我現在也沒有在電競圈裡面 我約了 那掛著這個標籤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我關播之後 我就寫信去VIOT 說我是一個罪犯 我販毒 然後希望他可以把我 從這個名單中移除 把這個替捕寫上去就好 我覺得 受夠了 當然這些東西是我該承受的 怎麼這麼堅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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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所有電競相關的活動 也請不要找我啦 從今天開始 POIS 沒了 我從來沒有打過電競 沒有打過英雄聯盟 再也不要找我了 我對於這個圈子 絕對沒有任何的貢獻 只有負面影響 我對於這個圈子 就是一隻老鼠 非常抱歉 因為我啊 導致這個2023的這個電競頒獎典禮 讓大家失焦了 因為我啊 讓這些努力的人 都沒有得到該有的眼球 是我不對 所以我會 在此立誓 未來絕對不出席 任何一個跟電競相關的 活動 那麼也希望 這個張先生 張太太能夠原諒我 昨天讓你們 刺眼了 Ma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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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